以下這張相片被認為是本世紀最恐怖的靈異相片 究竟這個都市傳說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之前Papa 和大家破解過一個冥婚的都市傳說 其中提到高登討論區一旦有人說恐怖東西 大家就會在個留言寫,老子什麼鬼都不信 這個金句已經被香港摩洛大典收落 我們找回高登的原本,裡面是說了一個這樣的都市傳說 大家在螢幕中看到的這張相片是一張詛咒相片 相片中的女人叫做曼小冬 她原本是一個大家閨秀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下 她相識到一個名叫杜月生的男人 並且兩人情投意合 後來因為政局不穩,這兩個人的下場都非常淒慘 曼小冬死了在一間屋裡面 這間屋就變成了鬼屋 任何人住了進去都會一命呼呼 後來這間鬼屋被政府摧毀了 但是恐怖的是曼小冬的相片 周不時都會在上海各處出現 而見到這張相片的人都會被禮鬼詛咒而死 在這篇潮文的底部就寫著 只要福老子什麼鬼都不信就可保平安 結果那個帖子就被高登的巴斯打洗了十三頁 還有人將他改圖做當年的網絡紅人添加 考下你們記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呢? 杜月生和曼小冬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 只要我們不斷搜尋一下 就可以發現這兩個人都不是死於亂世之下 他兩個晚年還一起移居到香港 杜月生在香港病死 而曼小冬之後走去台灣 並且在那裡中路 所以以上的都市傳說都不公自破 另外根據帕袍的調查 這張所謂的靈異相片 都只是一張很普通的生活照 我還找到他的另一個角度添加 那麼究竟這個都市傳說是怎樣流傳到香港的呢? 帕袍繼續調查發現到相同的潮文 是在05到06年在大陸論壇被廣泛轉載 我追查了天籃社區和百度鐵巴這兩個討論區 用都市傳說潮文中的關鍵字進行搜尋 發現到早在2005年年頭就已經出現了這個都市傳說的變種 但是那個post裡面的要求並不是覆 老子什麼鬼都不信 而是要你整個post轉載去第二道 才可以破除詛咒 所以就導致了在一段時間之內 整個論壇都充斥著同一個post這樣的情況 另外這個都市傳說都有其他變種的 例如是把標題改成一小時內被轉發250次的美女圖片 按了進來的話你就中了服了 可以說是始祖級的標題檔 大家看完帕袍這條片記得在留言覆 老子什麼鬼都不信 如果不敢做的話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啦 認真 居 到萬他